在T1元年賽季 原本被視為奪冠熱門的台皮英雄 雙季例行賽戰績 卻繳出16勝14敗 以聯盟第四收尾 今年捲土重來 從選秀展現企圖心 提升球隊戰力 除了有選秀第一輪 選進的曹勳香 黃建志 呂蔡魚輪 以及連三季 在UBL外線命中率 超過四成的黃紅玉 都在選秀會上被台皮看中 跳進四名新秀大進步 洋葬部分 就來之前帶過夢想家的希克斯 打過澳洲直籃的 Matt Hodgson 哈吉聖 以及塞爾維亞基正風 Vanjokfitch 范蔣 韋琪 其中曹勳香 過去在UBA台藝大 是得分能力出色的雙能位 在T1熱身賽 兩戰都上場超過20分鐘 未來渴望分擔蔣玉安 在場上的工作 畢竟今年洋將改為四接八人制 本土球員的發揮 變得更加關鍵 身為SBO禁旅 台灣啤酒延伸出來的球隊 擁有一票出色好手 像是拿下元年 最有價值球員的蔣玉安 射手黃聰漢 李棋衛 還有板凳上黃鎮 跟經驗豐富的朱一宗等等 團隊默契 配合上照理應該是 元年奪冠熱門 最後成績不盡理想的原因 也在於防守備有限 黃牆走半 上季球隊長軍10分107.8分 位於聯盟後段班 團隊防守籃板 更是電力的31.2個 另外長軍16.1次失誤 也是全聯盟最差 成為元年賽季 斬擊差強人意的最大因素 除了要改善防守端的不足之外 新秀的假若磨合 都考驗精神領袖蔣玉安 要如何在新賽季 帶領英雄打出全新奇象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至於上季例行賽 以第三社會的新北中心特攻 今年虎強同樣費用心力 除了重磅延覽 黃金時代中鋒曾穩定之外 古今的六位球員當中 還包括三位歐洲洋將 尤其前立陶宛 國家隊國手艾德 也備受期待 這國歐式智慧球風 能注入中心特攻的DNA核心 另外制服組 甚至網絡曾經帶領HBL金旅 南山高洲 奪下兩座冠軍 無座亞軍的主帥徐世青 擔任球員發展教練 上進的數據顯示 特攻是全聯盟最會超級的隊伍 今年基前賽 甚至曾經出現 單場31次超級的誇張數據 不只壓迫防守 讓對手喘不過氣 進攻端同樣嘗試 尤其後場指揮官林維漢 日前在跨聯盟邀請賽 一舉拿下助攻王 最佳武人雙料殊榮 另外黑豹阿巴西 也在踢完元年以長均20.7分 6.5籃板 3.6助攻 1.6超級的表現 一舉奪下年度第一隊 年度新人王 兩項大獎 雖然新加入的曾文定 是個賽季 效力Postick 富邦勇士 平均上場時間22分鐘 貢獻5.6分 3.6籃板 以及3.3次助攻 成績不算出色 但帶來的貢獻 原大於照面數據 尤其是擁有豐富的經驗值 被看好 能為年輕的中性特工 帶來幫助 就像上季帶領勇士 奪下二連霸一樣 今年特工不只經驗值升級 陣容深度也更加厚實 新機的表現 絕對值得球迷期待 歡迎收看總部報導